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吴景总医院扶贫救新行动开启 十年间数千名孩子都移动了救治 点亮孩子的心灯 中国武警即将不出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中国武警 几天前的六一儿童节 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们 用自己的方式来欢度这个节日 在西藏的日喀泽 也有两个小朋友 一个叫白马央金 一个叫拉巴刺人 他们也在用欢快的舞蹈 表达内心的喜悦 然而就在几年前 他们甚至连快步走 都没有办法完成 原因就是严重的 先天性心脏病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 武警总医院的心外科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两个孩子接受了手术 重新获得了属于健康的童年 应该享受到的欢乐 而他们两个还仅仅是 武警总医院十年间 所救治的五千多名 先心病儿童当中的议员 这是武警总医院派出的 第21批进藏扶贫救新医疗队 他们中有的人 已是第15次进藏了 刚到高原的他们 都要经受这样严重的缺氧痛苦 但每次行程表上 都没有安排适应缺氧的时间 用他们的话说 每当面对先心病儿童 无助的眼神 我们都能深切感受到 时间对孩子们是宝贵的 先心病是一种塌儿时期 心脏血管发育异常 所导致的常见儿童心脏病 目前我国有先心病患儿 七百万左右 每年新增病例十八到二十万 平均发病率在千分之七左右 武警总医院医务人员 长期在边疆部队巡诊 和服务当地百姓中发现 高海拔地区儿童先心病的 复杂性和发病率 远远超出了其他地区 特别是贫困家庭 不少先心病儿童 因错过最佳治疗时机 而不幸夭折 我们作为一个军人 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 怎么能为这些孩子做一些事呢 我们就运让 就说这个事情要联合社会的力量 他才能做好做大 我们跟红十字会谈了 就是属于一拍即合 我们和武警总医院联合开展了 这个针对贫困家庭的先心病的 患儿的救助这个活动 可以说开创了先心病救助的一个先河 武警总医院联合中国红十字会 在人民大会堂于2005年7月28日 正式启动了扶贫救新红十字赛行动 偏远贫困地区救助先心病儿童公益活动 从此 武警总医院党委 把扶贫救新行动 当作政治人物来抓 联合红十字会一起 坚持每年一个主题 组织优质医疗资源 深入边疆坚固地区 在服务部队的同时 对先心病儿童进行免费筛场 和来精手术治疗 2007年 医院被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定为首家订店医院 2010年 医院建立扶贫救新 介入诊疗基地 长期以来 医院广大医护人员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 红十字精神 克服重重困难 为贫困地区百姓 提供先心病咨询 抑诊筛场 健康讲座 手术治疗和人员培训等服务 随着扶贫救新行动的开展 影响和带动了其他医院 和社会慈善机构的积极参与 后来我们又和中华慈善总会 联合起来 搞了一个 千名少数民族 儿童 平等家庭的这种手术 也带动社会 整个的意义还是比较大的 十年来 他们的足迹遍布高原大川 戈壁荒漠 先后寻诊了西藏 青海 新疆 云南 贵州 陕西 等十几个省区 尤其是先心病发病率较高的 青藏高原地区 作为工作重点 深入牧区 大面积拉王室筛查旧治 位于青藏高原附地的西藏纳区地区 平均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 海洋量仅为内地的一半 在藏门世纪中 这一地区被称为卓代 以为牧业部落 这里气候恶劣 有相当一部分牧民群众 依然处在贫困县上 今天是医疗队进藏的第七天 他们完成拉萨 日喀泽地区五个县的筛查工作后 紧接赶赴 纳区所限 双湖等地 十年间 我们医疗队呢 有21次到了西藏这个地区 七八次以上到纳区地区进去筛查 基本上 我们的纳区的11个县 我们医疗队全部都到过了 纳区双湖所限 距离拉萨500多公里 双湖 被誉为人类居住海拔最高的地方 每年八级以上大风日 超过200天 气候条件异常恶劣 这边的群众的话 都喜欢居住在半山腰 喜欢居住在沟壑里面 都是高山峡谷 湖京总院已经来了两次 大学丰山的有一个象征 明年还要来 这里山高路线 交通极为不便 医疗队的专家医护人员 连日来工作节奏高度紧张 此时 慢慢路途 成了他们工作修正的唯一事件 路途上这个时间太漫长 太艰难 在每天八个小时以上 才能到另外一个点去看看 全是攀山道 而且旁边就是雪崖峭壁 那个少有不慎 车滑到那个下面去 几乎就没有生还希望了 不敢看 一点都不敢看 而且下面还有淘淘的那个弄江 那感觉 感觉跟坐过山车一样 颠得特别厉害 感觉五脏六鼠都快被颠出来了 这不是我人家西藏最险的路 西藏最险的路是昌都的路 都是一边是山一边是悬崖 让我去目测的话 就不够一辆车宽 呼一下上去 你就看不见路的那种感觉 就很多都是急拐弯的 一路上 最让队员们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到一个胎不可怕 可怕是那个胎也露气了 在十年的扶贫救济路上 像这样的路况和险情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都曾有过刻骨铭心的记忆 但是 用他们的话说 越是难走的路 越是少有人去的地方 也是百姓有更多需求的地方 作为一名军人 一名医生 我们没有选择 西藏七个区 我就是没去过阿里 其他的区我都走遍了 而且纳丘是走了七次的 职责所在 因为我 医疗队成员深入那区双弧线 深扎线和索线的大部分象征 展开了紧张而又忙碌的筛查确诊工作 这是用不同交通工具 从四面八方赶到的群众 有的路上就要耗费一天 甚至更长的时间 这是赤多香一户普通人家 男主人普辞人说 我们早就知道北京专家要来镇上 已经期待很久了 今天一大早 男主人备好干粮 带上儿子上路了 这样的山路要走大半天时间 来到诺江边所道码头 他们过江后再搭乘摩托车 赶在天黑前就能到镇上了 孩子挺好的 没事 没事 您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吗 你们脸血啊 脸膏啊 每次就是说 如果我们塞茶不上病人 是我们最开心的事 但是每次塞茶还是会有不少的孩子 是会有心理病的 初步我们做的这么多年的流行病学调查 它可能是内地的先行病的六倍以上 面对家长和孩子们 充满期待和信任的目光 医疗队成员连日的长途奔袭 高负荷工作的劳动 此刻都化作了信念和责任的力量支撑 消养 疲劳 咬牙也坚持 我们做皮烧最多的一天 大概做了最高的做了150个孩子 现在都塞茶最多的一天 两个人塞茶了三千到四千个孩子 他们到后来耳朵都破了 但是第二天贴着创可贴 今天是贴着都是这样 只要自己身体不倒下 就得完成咱们这个任务这个目标 印象最深的 其实最无助的时候 就是说面对一个孩子 你没有办法救他的时候 但是他那种渴望 那种祈求的眼光 孩子特别漂亮 特别可爱 真的 特别难忘 一个中心目的 就是未来这帮人 其实让人孩子嘛 孩子代表未来嘛 截至2015年 武警总医院先后派出 三十多批子专家医疗队 累计行程五十余万公里 为汉 藏 维吾尔等 二十八个民族的八十四个视线 筛查先行病患儿六万多例 你认识吗 认识 认识啊 这是医疗队在日喀泽回房时的场景 女孩叫白马杨金 2012年 在武警总医院进行了手术治疗 时隔三年 专家对他的康复情况回房复查 刚才查了以后呢 分度得非常好 那么他的工学就改善了 这样的话 他明显的就长大了 几岁了今天 十一岁了 这么小啊 这是2012年医疗队初次给白马杨金检查时的情景 经过初步诊断 白马杨金患有动脉导管未必 是高原儿童常见的心脏病 因情况复杂 医疗队在现场开通了北京专家远程会诊系统 他心电图做了吗 白马杨金的心电图和诊断影像 随后传回北京 初步诊断结果 很快得到了专家们的确认 这个动脉大碗未必呢 就是比较粗 一公分多 那么这个可能 可能这个手术啊 可能外科手术面大一些 据医生说 现心病最佳治疗年龄是三到七岁 对于白马杨金来说 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 工作人员让他们回家等消息 白马杨金看到妈妈伤心无助的样子 她显得有些害怕 白马杨金是个爱学习的孩子 成绩在全班排前十名 因病情较重 很多孩子们喜欢的活动 她都不能参加 距离白马杨金家200公里外的 港八县直客乡奶村 海拔4700米以上 这个叫拉拔瓷人的七岁男孩 被确认患有先心病 房间隔缺损6到7毫米 这个消息对于处在贫困线上的家庭来说 犹如青天霹雳 这是央视播出的 无警总医院医疗队 接拉拔瓷人去北京免费治疗的新闻 这个微创就是擦个管子进去 不是在这个地方给它开大刀 总体上是很安全的 听说手术成熟和安全 爸爸几率放心了许多 可是小瓷人长这么大 没出过远门 妈妈实在是不放心 临行前 她给所有人献上代表 吉祥祝福的哈达 与此同时 杨金妈妈也接到了 女儿免费去北京手术的通知 期待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 此时的小杨金兴奋地给大家唱起了她最喜欢的歌曲 七色光 2012年1月25日 包括白马央金 拉拔瓷人在内的20名心心病患儿 统一搭乘火车前来北京 经过43个小时的旅途 27日早上到了北京 随即驻进武警总医院 医院专门为孩子们各项检查 开通绿色通道 任何一个手术它一定是有风险的 风险不管是百分之几 那么落到一个人的身上 它可能就是百分之百 每一个病人 术前都要做严格的讨论 严格的这个制定手术方案 确保呢不死亡 29日上午 白马央金和拉拔瓷人 在等待接受先进的微创手术治疗 不到一个小时 手术顺利完成 从目前的话 手术非常清楚非常严重 要观察两三天 拉拔瓷人 虽然检查指标有点小情况 但观察了几天后 今天也终于走进了手术室 整个手术过程非常顺利 刚才从放肝伞以后 我们就进行了超身复查 分度都非常完整 在这些孩子中 因病情的差异 除了微创手术外 有的话儿 需要实施外科手术治疗 十岁的扎西错木 刚刚动漫外科手术 正在恢复起 扎西错木很想就被孤儿院收养 住院期间 大家格外照顾他 妈妈 我想吃 在火车上 一次他叫我妈妈 说我也挺难过的吧 有时候问护士阿姨 问我身是什么时候生的 我多大了 我们听的时候也心里挺难过的 也挺揪心的 扎西错木的手术很成功 快要出院了 武警总医院和复联工作人员 想给孩子一个惊喜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个新生嘛 就是说这一生他也就像一个健康的孩子一样 很快乐 很高兴地成长吧 相信在武警总医院的这一段日子 将成为他一生当中最难忘的记忆 在北京治疗期间 我们为孩子们安排了天安门广场升旗 正月十五有氧会 到革命脑去参观和活动 让孩子们从小就感受到党的光环和温暖 感受到民主大家庭的团结友爱 你回来以后的精神年末 从学生的小孩的 不仅是他的心脏病得到治疗 而且那些身心健康 特别是爱国主义教育这一块 也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就在一批批先心病患而 手术康复回到家乡后 孩子和家长们熟悉的王岐大夫 不幸于2013年12月1日 因年日手术劳累过度 永远倒在了他所为之追求的 救死扶上的岗位上 年仅49岁 王岐和他的同事们 作为贫困地区先心病筛查 及救助的主力军 长期以来 在完成医院紧张而繁重的 医务工作的同时 利用节假日和休假时间 舍小假顾大家 克服重重困难 奔走在偏远贫困地区 全力投入先心病儿童 筛查救治工作中 在十年扶贫救心 爱与百姓的漫漫长路上 他们用牺牲与奉献 踏出了一行践行使命 大爱无言的生命足迹 十年来 武警总医院成功为 5816名先心病儿童实施手术 其中少数民族先心病儿童 3120米 累计减免医疗费用 5000多万元 实现零死亡和 无严重并发症 武警总医院 郑敬辰院长告诉我们 下一步医院除了继续做好 边远贫困地区儿童的 先心病手术外 还要增加一些 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 在保证 部队战斗人员身体健康 能打肾仗的同时 竭尽全力 为地方百姓服务 为患者服务 这是他们的职责和使命 更是国家 对部队医务工作者的要求 好的 感谢您收看 本期中国武警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一条跨越百年的红色道路 中队又继承了 这么几十年的东西 到我们手上 不能给他那么丢的 一段浪漫的红色爱情 最感谢他的 就是对我工作上的影响和帮助 一群传承红色精神的官兵 很有存在感 我也是在战斗 在这条路上 他们一路前行 又带给这条路 怎样的新变化 一路前行 中国武警 下期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